本章主要讲的是多边量分析里面的回归概念 那回归基本上那个概念就是购买量跟你选出两个是可以计算的东西 那两个计算的时候你用前面一个因素去分析后面一个因素 也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用索德去推估购买量 那其实我们在研究资料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选取资料的本身的一个属性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单纯我们建立研究假设 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得越高的购买量越高 那你就要看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随着你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的话 那行为会不一样 举个例子我们讲我们讲假设比例来 我们讲讲喝酒或者我们今天讲喝咖啡来讲 那喝咖啡来讲的时候到底所得跟购买量之间有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是不是越有钱的人他会越多咖啡 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假设来讲 那当然我们在传统理论的时候 我们认为说反正这个人有钱 他一定有钱要办法喝咖啡嘛 但是如果说假设我们今天买车子就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要一定的程度的人 他才有办法买一种很贵的车子 同样买房子也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做一般消费者用品研究的时候 我们研究到底所得跟购买量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如果单纯就这样的关系 我们看出来的资料可能是没关系的 尤其是以喝咖啡这种小东西 可是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观点的时候 我们加上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把购买多的属性拉出来 各位就可以相情之家发现 其实很多人购买的属性的话是比较低的 举个例子来讲 像说孕妇 其实孕妇这个属性是很少喝咖啡 同样我们今天讲小孩子属性 也是很少喝咖啡 大部分喝咖啡都是成人 大部分都是在工作上的人 那我们就把第一个属性切出来了 那第二个我们在切另外一个属性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其实蓝领 就是我们讲劳工阶级开计程车的 或开货车的 这些人喝咖啡用量是比较高的 那你就第一个属性就拉出来了 那再来我们发现说 其实我们讲白领阶级或收获族 或自己当老板的这种白领阶级 它基本上它喝的量也是比较多的 那这一拉出来的时候 你再去做所得跟购买量之间的研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蓝领阶级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于 所得越高喝的越少 那它的概念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蓝领阶级它是为提神 那提神的话就是缺钱的时候 那喝咖啡用量会比较高 那比较不缺钱的咖啡用量就比较少 因为它重点 它可能跑去喝威士比呀 喝酒之类的 那或者说它有一些替代竞争的东西 像它可能冰榔吃的多 它可能基本上来 它可能就不需要咖啡这东西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讲白领 那为什么买的多 它基本上它的关系是 你所得越高买的越多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你有时间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你有钱有时间你工时长 你工作时间越长 你当然基本上来讲 你喝咖啡机会越大 所以我们可以说 它这个咖啡的话 是目的是为了提神 那就好像我们今天在研究 我们讲多变量的一个科学性 它就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很多因素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脑洞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因素 我们不可能那么清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电脑的时候 透过快速反应的时候 告诉你这样的一个状况 举个例子 纸尿库为什么会跟啤酒 摆在一起 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家立的共同作者 谢谢